第471章扶持,夫人称龙木受点教训也好,自然是不打算和他计较这事,但是,夫人也说到龙木在他和灵儿父亲眼中的地位,自然也是对他的一种暗示,他自然懂得分寸。 虽然看龙木挺不顺眼,但看在夫人和龙灵儿的面子上,他也不至于和他太较真。 不爽的时候打一顿就好了,在那里,得到了什么,也得交代下吧。 龙夫人笑看着夜福天道,嗯,夜福天点头,随后体内,三道圣光绽放而出,顷刻间,虚空变色,日月光滑绽放,星辰出现。 龙夫人站起身来,凝视那三尊虚幻身影,内心震动。 只一瞬间,夜福天便又收起,平静地站在那。 既然夫人都已经知道他进去国,要是想对他不利,他隐藏不隐藏都没什么区别。 而在他对夫人的观察来看,这位龙家的主母睿智中透着柔和,让人感觉非常好,不是那种心狠手辣之人。 这事,龙夫人问道,五蕴战场的仙宫中,有三道圣光,其主人乃是三大院的创始者。 夜福天回应道,燕阳,昊月,星辰,三大学院,本为一脉相承,这点龙夫人自然清楚。 只见夫人一直看着夜福天,那双眉眸中透着思索之意,似乎在思考。 庭院中非常的安静,夜福天也安心地等待着。 两久,龙夫人目光回过神,落在夜福天的身上,道,你为何不愿入三大院? 夫人知道我来自哪里,在草堂,老师和师兄师姐对我极好,因此从感情上而言,我不想再入学院宗门之地,拜入其他人们下。 夜福天道,而且,入三大院,自然也要受三大院规则束缚,不那么自由,我并不一定会在圣天城久留。 龙夫人微微汗手,随后道,你得到圣人传承,和三大院便有了斩不断的关系,如今又有人调查你,若是知道你的身份,你会非常被动,如今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远走高飞,这条路,以后被人知道真相的话,三大院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你勤回。 夜福天郁闷,此事他已经做得极为隐秘了,为了安全起见甚至舍弃了不少宝物,但时间从没有什么能够一丝痕迹都不留下,一旦知道他真实身份,很多东西便能顺理成章地推理出来了,也同样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譬如东荒境的天山,便有魔情的传说。 第二条路呢,夜福天问道,入星辰学院,龙夫人道,为星辰学院弟子,夜福天露出一样的神色,之前的事,能不追究。 之前有什么事,龙夫人开口道,龙贤草虽然重要,但那是对贤者以下境界之人才有大诱惑,至于考核之日的那点小风波,放眼整个星辰学院而言,这又算得了什么事情,你要知道你面对的这些事,贤者都未露面,都是小事。 至于弟子,你既得了圣人传承,意义非凡,落入星辰学院,当然不可能是星辰学院寻常弟子。 夜福天露出一模一样的神色,人所站在的角度不同,看待的问题自然不同,他以天为静看待问题,和龙夫人看待事情自然不一样。 龙贤草,考核之日的风波,他认为是大事,但夫人觉得,都是小事。 放眼整个学院,对于贤者人物而言,当然也一样是小事,不值一提。 这些事情,贤者人物都是懒得理会的,但他得到了圣人传承,却是大事了。 因此夫人说完,他立即便明白了夫人的意思,两者相比较之下,他所担心的顾虑,的确根本不存在。 龙夫人的意思是,这第二条,是推他入星辰学院。 虽说小事,然而,星辰学院不仅只有一种选择,夜福天开口道,他得到圣人传承,星辰学院还有一种选择,不夺他拥有的一切,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三大院中,也只能将你推入星辰学院,毕竟西山龙家也只能影响到星辰学院。 龙夫人又道,也许你还并不清楚,如今星辰学院有四股派系,分别为学院派,西山龙家,顾家,金家,这四大派系。 金家那边,你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龙家和金家之间的关系,我想要推你入星辰学院,他们必然会想要直接抹除威胁夺取你身上之物。 因此两派持平,真正能够决定此事的,则是学院派和顾家的态度。 林二大伯在世的时候龙家和顾家关系非常好,龙木和芸汐丫头甚至有希望走到一起,后来带了些,但芸汐对你颇为欣赏,这样看来,只要顾家那边支持的话,龙家再加上顾家,自然也就能够影响学院派了。 龙夫人分析道,因此,此事能成的可能性挺大,现在便需要先看你的态度,是选择第一条路还是第二条路了。 龙夫人将一切都理得非常清楚,叶福天听完后沉吟了片刻,随后问道,我以什么身份入星辰学院。 传闻当年三大院前身只有一座圣院,诸弟子地位最高者为圣徒,封圣子,后来圣人不在,演变为如今的三大院之后,便没有过圣徒了,你得圣人传承,身份地位自然不能低,以圣子身份入星辰学院,最为合适。 龙夫人回应道,而且,你若入星辰学院,练阳学院和浩岳学院知道一切后必然会有极大的意见,此事若成,意味着你和星辰学院便算是一体了,定位你无需考虑。 若失败呢?叶福天问道,失败的话,便将你得到的一切交出来吧,我会保全你性命。 龙夫人开口道,好,叶福天点头,微微欠身道,一切但凭夫人运作了。 很显然,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一条路太危险,即便走了也面临以后被追杀的风险。 相比较而言,第二条路虽然也有风险,但若是成功的,很多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甚至,在东荒境他虽得罪过不少事例,但都是后辈人物,若有星辰学院圣子身份,那些事,便也威胁不到他了。 不至于任意一个世家后辈都得罪不起,至于那些摩擦,正如夫人所说的那样,都是小事,如若星辰学院可以放下成见,他又怎会做不到? 好,龙夫人点头,你回去等我消息吧,在此时尘埃落定之前,我会派些人去仙阁守护。 多谢夫人,叶福天点头,随后离开这边,龙灵二缠着他胡闹了些时间,叶福天便返回仙阁安静修行。 以他的实力自然不可能参与进这件事,运筹帷幄只能交给龙夫人去做,入星辰学院为圣子,这已经牵涉到顶尖势力的博弈了。 如今,近代时机吧,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在圣天城引起一丝的风波,显然都是在暗中进行着,而且龙夫人自然不可能让太多人知道,一股暗潮涌动着。 处日之后,龙家之人将叶福天带到了西院,随后竟随同龙夫人的龙眼一同启程来到了另一处地方。 那是一座极为恢宏的府邸,叶福天到来之后才知道,圣天城的顶即是家,顾家,也即是顾云熙的家族。 龙夫人到来,顾家家族以及夫人亲自接待,还有叶福天见过的顾家少爷顾名以及顾云熙。 叶公子怎么来了?叶喜中,顾云熙见到叶福天随同龙夫人一起而来美眸中闪过一抹一彩。 父亲今日说龙夫人会来,让他一并来作陪,但他没想到叶福天会一起。 不欢迎吗?叶福天耸了耸肩笑道,怎么了?只是有些惊喜。 顾云熙浅浅浅笑道,叶公子来了顾家,可不要拘束,便如自己家一样。 自己家一样,此时一道声音传出,顾云熙目光转国。 说话之人乃是一英姿萨爽英俊不凡的中年人物,气宇轩昂,正是顾云熙的父亲。 云熙,这话,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啊?顾家主笑着说道,顾云熙眉眸眸眨了下,随后脸上微有一抹羞红之意, 娇称地瞪着他父亲道,爹你胡说什么?叶公子,我爹喜欢胡说八道,你别介意。 顾云熙对叶福天解释道,叶福天微笑着点头,随后对着顾家主欠声道, 晚辈叶福天,见过前辈。你既和云熙相识,便称我一生伯父吧。 顾家主笑道,叶福天看了顾家主一眼,随后在此行里道,伯父。 嗯,顾寒山目光一直在打亮着叶福天,那双眼神像是要将他看透彻来,面对他如此坦然自信, 道也不易,而且此子相貌如此英俊不凡,天父绝代, 确实极为完美,难怪龙夫人愿意为他奔走。 他让叶福天来此便是想要见一见他,看看叶福天,究竟值不值得他扶持上位。 坐,顾寒山目光转过,望向龙夫人道,夫人用宴吧。 说着,助人便开始用宴,期间,顾寒山简单和叶福天聊了几句, 随后夫人便带着叶福天离开了,没有人知道这次见面的意义何在。 爹,叶公子怎么会来?顾云熙好奇问道,虽说叶福天和龙龄儿关系很好, 但夫人出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带叶福天在身边才对, 况且,他父亲今天似乎也在观察叶福天。 云熙,你觉得此子如何?顾寒山问道,叶公子情音超凡, 能够自创情娶,性格直率,带人谦和,对身份地位看得很淡,各方面都颇为优秀。 顾云熙道,爹你问这个做什么?顾寒山看着自己的女儿, 这丫头并不知道,那家伙可比她看到的更出众太多, 那可是天赋比龙一天还要可怕的青年。 既然我女儿这样夸赞她,不如找来当女婿如何? 顾寒山玩笑般的道,顾云熙脸色瞬间通红, 随后目光一开道,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先回学院去了。 顾寒山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笑了笑,心中却在想其他一些事情。 第472章你,能做到吗? 龙夫人带夜扶天前往顾家拜访并非是什么秘密, 这件事虽说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但依旧引起了部分人的注意。 不少人都感到奇怪,此事,有些诡异。 金陈学院中,弟子诸多,天骄如云,此时在学院内,金云霄和龙墓站在一块,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两人向来不对路,一直争锋相对,此时金云霄拦截住龙墓,莫非又要爆发什么冲突不成? 龙墓,顾家之事你可听说,龙夫人带夜扶天前往顾家,而不是你,这龙家的少主,究竟是你还是那夜姓外人? 金云霄衣衫华丽,金色的眸子终越带几分讽刺之意,金家听闻这消息之后,开始怀疑一些事情。 龙墓眉头微皱,英俊的脸上闪过一道冷意,这件事他也听说了,婶婶的用意他不清楚。 许多新陈学院弟子听到金云霄的话则露出一抹差异的神色,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消息。 龙家的是,何时轮得道你来多嘴,龙墓扫了金云霄一眼道,本来是我和吴官, 但在这遇到你,对你有些同情罢了。 金云霄锋利的眼眸中有意露出几分怜悯之意,道,龙家小公主如今对夜福天比对你还要亲近, 一生生福天哥哥,考核之日的情景你自己也看到了,而如今,夫人出行带的人竟也是夜福天。 甚至我还听闻,这次夫人和顾家商量了顾云熙的婚事。 那天考核,顾云熙似乎对夜福天也很欣赏吧。 金云霄说罢眼眸盯着龙墓,果然,饶是龙墓心境不错,但依旧不可能无动于衷,脸色略有了波动。 当年你父亲在时之时何等风光,据说何顾家也有怜因之意,可惜,人走茶凉,你终究不是夫人所生。 金云霄继续说道,龙墓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身上隐隐有一股极为狂野的气息弥漫而出,冰冷开口,闭嘴。 周围的人都露出一抹一色,金云霄这是在挑拨龙墓和龙家的关系,用心险恶。 被说中了心事,金云霄笑道,滚,龙墓冰冷开口,她自然不会怀疑婶婶,数数婶婶带她如何她心如明镜,岂是金云霄几句话能够挑拨得了。 至于带叶福天前往顾家,婶婶出行都会带人随行,也许只是巧合,至于顾云熙的婚事,她虽不知道金云霄的话是真是假,但即便是真,要商量顾云熙婚事的话,又哪里轮得到叶福天? 龙夫人带叶福天入星辰学院了,此时,有声音朝这边传来,陆续有人议论,传到龙墓这边,许多人露出怪异的神色。 他们刚听说金云霄的话,如今龙夫人又带叶福天入星辰学院,这究竟是何意? 而且,叶福天那家伙当初在考核之日不愿入学院,还挑了事端,如今竟然还敢来。 龙墓,看到了吗?金云霄冷笑着道,然而此刻她心中也感觉奇怪,最近龙夫人的动向,究竟和五蕴战场有没有关系? 讲到五蕴战场中那让她跪地下拜之人,她内心中涌现强烈的杀念。 叶福天刚入圣天城便是灵儿秦童,如今跟在夫人身边有何奇怪? 龙墓冷漠地扫向金云霄,心中却已有了一丝波澜,显然她也隐隐感觉到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不过周围之人却觉得龙墓所言不无道理,叶福天受龙夫人赠仙格,自然是属于龙夫人的人,如今追随于身边,也许是龙夫人有意想要培养她吧。 许多人心想,龙夫人带叶福天来新城学院,会不会送叶福天来新城学院修行? 这边的事情龙夫人自然不知道,此时的她正带着叶福天来到了新城学院的深处殿居,此地已经不是寻常弟子的活动区域了,一座座飘渺的宫殿处立,在新城学院一位长者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座最深处的辉弘古老宫殿。 这座宫殿出立在那,高耸入云,龙夫人都降落在地,带着叶福天踏着阶梯往上而行,一步步走到了宫殿前的院落。 左右,出现了数位身影,他们气息都深不可测,站在那像是和天地化作一体,浑然天成,叶福天见他们都在打量着自己,目光像是一眼能够将他看穿。 这些人,一个都不曾出现在那日的考核之日。龙夫人对着他们点头,随后望向古殿,微微欠身,显然,这座古殿里面的人得高望重,辈分要比龙夫人更高,以至于他也要行拜见之礼。 进来吧,古殿中,传来一道声音,龙夫人轻轻点头,随后看向叶福天道,进去吧。 叶福天点头,随后迈步往前而行,一步步走向那座神秘的古殿。 夫人说,这次要带他见的人是一位值得敬重的长者,只要他同意,一切便都没有什么悬念了。 叶福天步入古殿中,像是来到一片星空世界,无尽的星辰高悬于天,这和他那道圣光中蕴藏的场景有些相似。 金光之下,一位老人身影安静地坐在前方,背对着他。 晚辈叶福天,拜见前辈,叶福天恭声道,我听闻你来自东荒,曾在天山上解双地之意。 老者背对着叶福天缓缓开口,他声音略带几分飘渺之意,虚幻不可捉摸。 是,叶福天点头道,难怪能入五蕴战场的圣宫了,老人微微抬头,看向前方,道, 以天当年所做的事,终于被人超越,时代终究会往前。 你既得圣人传承,便为圣徒,天父自无需考验。 老人继续开口,龙家和顾家想要推你为圣子,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 晚辈于顿,叶福天道,龙以天也曾在新陈学院修行,乃是我的弟子, 后来实力在我之上,为圣天成第一人,横扫荒州同代,入荒州荒天榜, 但即便如此,他依旧陨落于外。老人声音肃怒,而你,做到了以天以前不曾做到过的事情, 得圣道传承,龙家和顾家将你推入学院圣子之位,无论是他们还是新陈学院, 想要见证的,都不是一个圣子。 叶福天点头,一个圣子人物,对于新陈学院而言,有何意义? 不如直接夺走他所拥有的,若要推他为圣子,看重的,不仅仅是他得到的圣人传承, 而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圣人传承背后所蕴藏的天赋。 圣人传承新陈学院可以拿走,但他本身的天赋,拿不走。 圣道传承者为圣徒,封圣子,当镇压一个时代。 老人声音凝实,随后他缓缓转身,那双深邃如星辰般的眼眸落在叶福天身上, 道,你,能做到吗? 不问过去,不念恩怨,甚至,在老人眼里,根本没有那些事,也不会去考虑那些事。 至于叶福天天赋,也无需去考验,五蕴战场,圣道传承就是证明。 圣子多年未出,若要疯,当镇压一个时代,他只问一句,能做到吗? 叶福天在老人的目光注视下,只感觉身体都略微有些飘渺,像是无根扶贫, 但他依旧点头,毫无犹豫地道,能。 好,老人点头,随后古殿中,无尽的力量朝着上空涌去, 无尽的星空,像是汇聚成一座星辰古中。 东,一道钟声响起,犹如大道之音,震颤于天地之间, 这钟声倾刻间席卷而出,使得这座古殿外的诸强者心头也颤动了下。 随后,一股无形的音量朝着整座星辰学院扫荡而出, 钟声,在所有人耳耳边响起,直颤内心。 在许多修行的宫殿中,一位位强大的人物睁开眼眸, 猛地站起身来,内心震荡。 清晨钟声响起,学院,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一步迈出,朝着外面走去, 学院中,有许多弟子在切磋战斗,当钟声响起, 战斗瞬间停下,有人内心猛烈震颤, 星辰钟声必有大事发生才会响起, 这是,出事了吗? 走在学院的弟子也都纷纷停下脚步,朝着某处方向望去。 有些出入门的弟子不解,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清晨钟声,有弟子回应道, 据说,上一次这钟声响起, 是龙以天陨落的那一天,今天, 再次奏响,学院发生什么事了? 去星辰广场,看来, 学院有大事件要宣布, 无数人朝着同一处方向而行, 无论是星辰学院的长者, 还是后辈人物, 皆都如此。 第473章噪圣, 钟声响起, 学院震动, 此刻, 星辰学院所有人, 无论老少, 长者还是弟子, 都前往同一处地方。 金云霄走在路上, 她心情不是很好, 龙夫人到来之后不久, 星辰钟声响起, 必然会有关联, 那么, 是否和叶福天有关? 她知道的事情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 包括龙夫人带叶福天入顾家, 金家也在猜测一些事情, 所以她比诸人更敏感一些。 讲到某种可能, 她脸色极其的阴沉, 希望不是她所想的那样吧。 顾云熙也走在路上, 身边有同行的修行者, 也是女子。 云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有人对着顾云熙问道, 毕竟顾云熙的家族在星辰学院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或许知道一些内幕。 不清楚, 顾云熙轻轻摇头, 她也很疑惑, 她刚修行出来, 都还不知道龙夫人和叶福天来了星辰学院, 家族那边也没有和她刻意去提这件事。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星辰钟声响起, 但学院最近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啊。 旁边的人不解, 江南, 王雨晴等弟子皆都疑惑, 一步不来到浩瀚无比的星辰广场, 这里是星辰学院的一个标志之地, 前方阶梯之上, 到了不少长者人物, 他们站在那地声议论着, 有不少人同样迷茫, 不知发生了什么。 星辰广场的前方之地, 还有许多王侯境界的弟子, 谭中变在人群之中。 谭师兄,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有人开口问道, 谭中师兄乃是王侯巅峰境界, 是地位最高的一批弟子人物, 他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谭中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人告诉他。 此时远处, 有一行身影朝着这边走来, 每一人, 身上都透着一股奇妙的气质, 他们迈不知时, 会给人一种感觉, 他们整个人像是完全融入到了天地间, 飘渺莫测。 学院的贤者也都来了, 许多弟子内心震颤着, 新陈学院的贤者人物平日里很难见到, 偶尔会有贤者级别的人物公开讲课, 才能够有机会见一面, 如今, 不少贤者人物走向这边而来, 可见此事的重大, 学院强者, 可能会在今天到期来。 叔父, 金云郎和金云霄此刻在一起, 目光望向一位前辈长者人物, 那长者看了他们一眼, 微微摇头。 金家在学院的贤者人物, 都没有得到消息。 可见此事, 是直接绕开了他们, 直接召集所有新陈学院之人与此汇聚。 所有人都在猜测, 都在好奇, 远处方向, 又有几道身影走向这边而来, 为首一人气质极为出尘, 乃是学院的大长老。 聂长老, 金家一系有一位强者走上前问道, 这是, 发生什么事了? 院长有事要宣布, 聂长老开口道, 何是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金家强者问道, 稍后院长会亲自前来, 等院长宣布吧? 聂长老回应道, 周围之人心头一领, 院长这些年已经极少露面了, 这次的消息, 竟然将由院长亲自出面宣布吗? 清陈学院的人还在赶来这边, 那些刚回来得到消息的, 也同样朝着新陈广场汇聚。 甚至, 有人发现, 并不属于新陈学院的龙夫人一行人也在, 叶福天安静地站在他身后, 并不显眼, 龙幕朝着那边看了一眼, 也不知心中在想什么。 不过此刻, 诸人的心思并不在龙夫人和叶福天身上, 新陈学院如此大事, 他们哪有其他念头? 阳光洒落在广场之上, 映照着诸人的脸, 无数身影汇聚在一起。 就在这时, 远处有一道身影缓缓迈步而来。 他气息飘渺不可测, 先锋道鼓, 给人的感觉仿佛天地兼变只有他一人。 这老人, 正是新陈学院的院长, 新陈贤者, 当然这是院长的称号, 许多贤者人物都有称号, 是一种尊称。 院长姓陈, 名媛, 称号以新陈学院为名, 新陈贤者。 新陈贤者走到阶梯之上亭下, 朱弟子对着他躬身, 以示尊重。 随后, 无数道目光落在新陈贤者的身上, 等待着他宣布。 陈缘目光环是朱弟子, 开口道, 今日照新陈学院所有人于此, 乃是为宣布仪式, 圣天成, 古有圣人开创圣院, 教化朱弟子, 弟子之中, 最优秀者为圣徒, 封圣子, 为朱弟子之首, 后圣院化作如今的三大院, 古圣人消失, 圣人所留下的一些东西也渐渐失去。 今日, 我遇效仿古圣人, 与新陈学院封圣子, 为朱弟子之表率。 这声音传出, 新陈学院所有弟子内心尽皆微颤, 陈院长竟然要在学院中封圣子, 为朱弟子之首。 在学院中, 每一届学院都有象征性人物, 想要成为学院弟子之表率。 譬如如今的学院, 王侯尽有坛中, 李旺辰, 莫逍遥, 天位境界有金云郎, 龙木, 金云霄等许多人, 都是学院弟子的杰出表率, 然而, 因境界的不同, 很难具体区分谁更受学院认可。 而如今, 学院将设立圣子之位, 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封圣子, 将一压朱弟子, 为朱弟子之首, 成为唯一, 万众瞩目。 在外, 圣子就是学院的象征, 这等荣耀, 无数人都怦然心动, 然而他们知道, 自己只能想想, 真正有机会的, 恐怕只有那少数几人。 陈院长, 会封谁为圣子, 那些学院的长者人物, 则是目光锋利, 有部分人已经知道内幕, 而许多人, 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内心颤动, 如此大事, 之前尽一点风声都没有, 难道是临时决定? 圣子之人选已定, 我会下令学院打造圣冠、 圣袍, 予以期待未来圣人出世, 三日后, 将在星辰学院举行圣子加冕仪式, 届时, 将邀请圣天成诸人共同前来观礼, 以见证此次圣事。 清晨贤者道, 此刻, 便可着手开始为这历史性的时刻着手准备, 并向世人宣告。 诸人听到此言无不心头猛烈颤动, 院长之意, 不仅仅是要将此事当作星辰学院之事, 还要昭告天下, 向世人宣布, 并为圣子举办加冕仪式, 让世人前来观礼。 这, 从院长的话语中便可预见到, 他是何等重视此事? 从不轻易想起的终生, 竟然只是为了宣告三天后的加冕。 清晨学院, 这是要造圣吗? 然而, 新晨学院诸弟子中, 谁能享受这等无上荣耀? 好了, 可以去着手准备了。 陈院长说罢便转身脉部离开, 没有宣布是谁, 聂长老紧随其后, 有金家贤者人物上前问道, 聂长老, 圣子玉丰何人? 三天后院长宣布吧, 如今我也不是很清楚。 聂长老开口道, 那金家的贤者脚步一僵, 神色闪烁,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在陈院长离去之后, 新晨广场无数弟子瞬间沸腾了。 这太疯狂了, 陈院长这是要推出一位万众瞩目的绝代人物出来吗? 会是谁? 所有人都在猜测, 许多人看向谭中, 离望尘他们, 甚至有人开口询问是否是他们, 谭中等人都摇头, 他们也不清楚, 没有一点风声, 但内心中却也生出极大的波澜。 这样的荣耀, 谁不想落在自己身上, 会不会是龙木? 许多人都看向龙木那边, 当年龙木的父亲龙以天乃是院长的弟子, 后来龙以天陨落, 院长必然极为难受, 那是他教导出来的绝代人物。 横扫荒州冬域, 无人能比肩, 龙木为龙以天之子, 想必院长对他会有特别的感情。 据说在天位境界, 只有龙木得到过院长亲自指教。 如今, 院长是否会将对龙以天的期望, 放在龙木身上? 毕竟这一次, 龙木他也踏上了五蕴战场第九层。 龙木, 会是你吗? 有人直接问道, 龙木神色迷茫, 疑惑, 摇头道, 不知, 他抬头望向龙夫人所在的方向, 不知何时, 龙夫人已经离开了。 此时, 新陈学院之外, 龙夫人和叶福天一行人成龙而行。 只见此时龙夫人美眸中闪过异样的神色, 看着身旁的叶福天道, 你进去之时, 我以为院长不会这么快答应, 但没想到, 新陈钟声直接响起, 我又以为院长会宣布此消息, 却没想到, 陈院长却昭告天下, 要为你加冕。 院长为何这么做, 叶福天不解道, 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 他还以为入新陈学院甚至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 却没想到院长竟然如此的果决。 是我想错了, 龙夫人笑着摇头, 当年兄长的陨落必然是院长心中的刺, 如今, 院长比谁都希望, 新陈学院能够再出一个龙以天, 甚至超越, 院长, 他想造圣。 叶福天心头凛然, 他知道夫人说的没错, 宣告天下, 效仿古人打造圣冠圣袍, 加冕仪式, 圣天成之人进阶观礼见证, 这是要打造一个万众瞩目的绝代人物。 这一刻, 叶福天想到了当时在古殿之中, 院长对他的那句问话, 圣道传承者为圣徒, 封圣子, 当镇压一个时代。 你, 能做到吗? 第474章请圣子, 清陈学院封圣子, 助圣冠圣袍, 为圣子加冕的消息, 在极短暂的时间席卷圣天成。 这座荒州冬域的主城为之沸腾, 三大院的新陈学院封圣子已经算是大事件了, 如今新陈贤者亲自下令昭告天下, 并邀示人官礼, 可见这次封圣子意义非凡, 新陈贤者对于此次极其重视。 哪怕是三大院的考核之日, 或者五蕴战场开启之日, 都远远没有这等动静。 如今, 整座圣天成的人几乎都在议论这件事。 一时间, 漫天的留言猜测席卷全城, 所有人都在猜想圣子会是何人, 王侯人物, 还是天位, 龙以天的后人龙目的可能性有多大, 还有人大胆的猜测, 这件事情是否会和五蕴战场的坍塌有关, 那神秘人依旧还没有查出来, 那么, 是否有这样的可能? 那所谓的神秘人, 其实就是新陈学院弟子, 乃是新陈学院秘密培养, 只有那些大人物知道他是谁, 如今, 准备以圣子的身份出现。 这种猜测被许多人所认可, 都认为大有可能。 而知道一些内情的人, 则是新陈学院有着话语权的几大事家, 不过龙家和顾家也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 在事情宣告之前, 他们都没有扩散消息。 金家那边, 虽然有一些猜测, 但还是没办法确定, 只能根据一些动向和蛛丝马迹去揣夺。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 金家的人明白, 这对他们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新陈学院在瞒着金家, 这会让他们失去主动。 间隔中, 那些前来摇池用焰的人也都在议论着这件事情。 不过这些都和叶福天无关, 他依旧在忙于修行, 只要一有空闲, 便想着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陈院长宣告天下为他加冕, 对他而言是一种荣耀, 是一种认可, 但同样的, 也是压力, 陈院长直接将他推到了诗人面前, 遇待圣冠, 自当成其重。 他迫切地想要让自己更强大一些, 他自信能够碾压同辈人物, 然而, 这一代人可不仅仅只有童年龄断的人, 许多踏入王侯的人物, 事实上也算是同辈, 他需要变强大, 才能坦然地面对这一切。 三道圣光所蕴藏的一切, 以及诸多贤者五蕴所给他的, 便足以他生物很长一段时间, 实力依旧每天都在进步着。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星辰学院圣子嘉缅之日终于到来, 圣天成地震, 万人空向, 无数人前往同一方向而去, 想要看看究竟是何人, 享受这等无上荣耀。 间隔中, 沈渝来到了叶福天所在的庭院, 是叶福天将他喊来的, 不过叶福天却发现沈渝有些不对劲, 似乎欲言又止。 有什么事说, 叶福天见沈渝表情不再然, 不由得道, 我想去星辰学院观理。 沈渝偷偷地看了叶福天一眼, 呃, 叶福天眨了眨眼睛, 见叶福天的反应, 沈渝道, 仙格这边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公子您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吩咐, 能不能稍微快点? 没什么事情, 只是告诉你一声, 以后我若不在仙格的话, 这边的一切就有你暂时打理, 龙家那边的人也会帮着你。 叶福天笑着道, 你去吧。 嗯, 好的, 沈渝有些心不在焉, 见叶福天让他走立即开溜小跑着离开。 至于吗, 叶福天看到沈渝背影道, 今天星辰学院怕是要人满为患, 公子也可以去看看。 沈渝留下一道声音便离开了庭院, 叶福天笑着摇头道, 的确也该出发了。 我们也启成吧, 叶福天回过头道, 几人纷纷点头, 随后踏上黑风雕的背上, 黑风雕雨一张开, 猛地震颤了下, 顿时直冲云霄, 朝着星辰学院方向而去。 此时的星辰学院人山人海, 里里外外水泻不通, 外围几乎被围成一片死地, 无论是地面还是虚空中都有着无尽身影。 圣天城已经很有没有过如此阵仗了, 所有人都想要亲眼见证星辰学院圣子加冕, 想要看看, 圣子是何人。 此时, 人群终让开一条道路来, 燕阳学院的人到了, 浩浩荡荡, 随行的还有是家之人, 连媚而来。 随后, 浩月学院的强者也同样到了, 燕阳学院和浩月学院, 恐怕是圣天城最关心此事的八, 星辰学院恢复古圣人时代的规矩封圣子, 他们当然要来看看。 各大事家之人也都陆续踏足星辰学院之中, 各方的天骄人物都来观礼。 在星辰学院人群环绕的外围之地, 有三道身影走在一起, 有些好奇地看向这边。 那里似乎很热闹,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他身材略瘦, 眼睛很亮, 神色中有几分玩世不恭的轻挑之意。 又想凑热闹去, 旁边的一位英俊身影瞪了他一眼道, 要不看看, 那轻挑青年眉头一弯, 笑道, 我们还要去找小师弟, 那要不问问老七。 周薛青年看向身后的一位胖乎乎的身影, 笑盈盈地看着他, 胖子见到他的眼神打了个寒颤, 随后弱弱地道, 四师兄, 也耽误不了太多时间, 要不我们去瞅瞅。 师姐和师兄不在, 你破事真多, 旁边的青年不爽地看了一眼授薛青年, 师兄我这是为了你好, 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既然是行万里路, 自然要多见识。 授薛青年笑道, 说得很有道理, 被称作师兄的青年早已习惯了对方的无耻理由, 说着还回过头瞪了后面的胖子一眼。 胖子微微低头, 有些委屈, 惹不起啊惹不起, 胖子什么时候能出头。 老七去开路, 前面传来一道声音, 胖子抬头一脸猛逼, 你胖, 能挤, 瘦薛青年笑盈盈地看着他, 胖子无比郁闷地往前, 为何受伤的总是他。 此时星辰学院内, 各方强者齐聚一堂, 里台左右两侧有着许多座位, 有许多强者坐在那边, 西山龙家, 顾家以及金家的强者都在。 顾家家主顾寒山亲自到了, 龙家出席的依旧是龙夫人, 这边的事情最近一直是他在奔走, 金家那边同样是家主人物 亲自到来。 此时, 顾家所在的席位, 顾云熙在他父亲身边, 问道, 爹, 你知道圣子是何人吗? 嗯, 顾寒山微笑着点头, 谁啊, 顾云熙好奇道, 他实在想不出来会是谁。 稍后还是等院长来宣布吧, 顾寒山笑着道, 故意留下悬念, 顾云熙无奈地点头, 父亲不说, 只能继续等待了。 此时, 有一道身影走到他们身前, 此人英俊不凡, 气度卓爵, 微微欠身道, 龙墓见过顾书。 取久不见, 果然越发以表堂堂, 气度非凡, 已有了你父亲当年的几分神采, 希望将来, 你也能够有你父亲的辉煌。 顾云熙微笑着道, 多谢顾书, 父亲当年风姿绝代, 龙墓自会努力, 不辱莫先父之名。 龙墓拱手, 随后对着顾云熙轻轻点头, 顾云熙微笑着点头还礼, 随后龙墓便告退, 他来此打招呼, 也是出于礼节, 毕竟当年他父亲和顾云熙关系不错。 不少人看了一眼龙墓和顾云熙, 也不知道这两位极为优秀的年轻人能否有机会走到一起。 真容的目光同样望了这边一眼, 他眉眸落在顾云熙身上, 随后对身边的人道, 爹, 龙家和顾家, 会联姻吗? 应该不会, 旁边的威严之人摇头, 嗯, 真容轻轻点头, 道, 爹, 圣子是谁还是没一点消息吗? 的确藏得够严, 看吧, 很快便出结果了, 如今猜测已无意义。 此时, 叶福天一行人也已经到了, 走在人群之中, 不少星辰学院弟子目光望向他, 心想他怎么又出现了。 江南也看到了叶福天, 神色冷漠, 这家伙自己不愿入星辰学院, 却三番五次前来, 真是可笑。 不过很快见到叶福天去了龙夫人身后, 他们便也释然, 看来叶福天是彻底为龙家所用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阶梯上方, 星辰学院的大人物陆续到来, 许多贤者级别的长老陆续到了, 分别站在两侧方向, 神色肃穆, 顿时浩瀚无尽的空间渐渐安静了下来。 此时, 有两位强者出现, 一人手中捧着一件无比华丽的星辰长袍, 另外一人, 则是端着一顶桂冠, 两人分别站在左右两侧方向, 准备为圣子加冕。 无数人心头颤动着, 那两人都是闲者级别的长辈人物。 亲自为圣子捧着圣冠和圣袍, 这真可谓是无上荣耀了。 当陈院长出现在阶梯上方之时, 空间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看向上面。 终于, 要宣布了吗? 清晨学院无数弟子丙熙, 尤其是那些风华绝代的天交人物, 他们有些奢望, 那人, 会不会是自己? 龙木和金云霄也都在人群之中, 目光望着陈院长, 以及那圣冠圣袍。 浩瀚空间, 新晨学院内外, 无尽身影进阶在此刻丙熙以待。 圣子, 究竟会是何人? 陈院长目光环视人群, 随后声音速目, 开口道, 今日, 我新晨学院圣子加冕, 诸位共同见证。 请圣子, 请圣子, 他身后两侧, 许多人同时开口, 一时间声音震颤于天地间。 请圣子, 圣子和人, 浩瀚空间, 无比的安静, 没有一丝的声音, 也没有人动。 就在此时, 人群之中, 一处方向, 有一道英俊非凡的白衣身影, 一步步走出。 当他往外走出的那一刻, 整个世界, 仿佛都只剩下了他一人。 第475章不符, 观礼台上下, 寂静无声, 无数道目光朝着一处望向望去。 当看清那走出的身影是谁时, 许多人的心脏都猛烈地颤抖着, 甚至有人身体也为之颤抖。 只见那身影极为英俊, 一步步走上阶梯, 一路往上, 他的脚步似乎很慢, 每一步, 都像是他在诸人的心头。 他去哪, 他要去哪, 江南神色扭曲着, 心中疯狂地呐喊, 怎么会是他, 为什么会是他。 他想过很多种可能, 唯独没有去想过叶福天, 哪怕他曾经猜测叶福天隐匿身份, 但那只是纯粹地因为厌恶而将叶福天卷进去。 而如今, 星辰学院如此阵仗封圣子, 为其加冕, 这圣天成瞩目的人竟然是他最为厌恶之人, 可想而知他此刻是怎样的感受。 王与勤看到叶福天走向阶梯之上, 眉眸同样凝固在那, 恶然, 震惊, 呼吸都像是停止了斑。 星辰学院所封圣子, 叶福天, 这一刻, 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道风华绝带的银衣斗棚身影, 嘴角尽勾勒起一抹自嘲的笑容。 他, 是他吗? 圣子是叶福天, 这意味着什么? 人生, 真是如梦幻一般啊。 龙木看着叶福天一步步往上, 他的目光一刻不曾离开那背影, 心中却在呐喊, 为什么? 三天前, 陈院长亲自宣布将会册封圣子, 邀圣天成前来观礼, 那时, 许多人都猜测是否会是龙木。 虽然他知道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毕竟婶婶没有对他提起过, 但他心中何尝没有过这种念想。 然而, 当陈院长宣布请圣子的那一刻, 他便知道不会是他, 然而, 他依旧没有想过会是叶福天。 他不由得想起了金云霄所说的那些话, 看来, 这些天婶婶带着叶福天在身边, 原来, 竟真的是为他在奔走, 在帮叶福天登上这圣子之位。 他目光转过, 看向了顾家那边, 顾寒山面含笑容, 并不意外, 显然早已经知道结果。 他又看向顾芸汐, 此刻顾芸汐有些吃惊, 美眸凝望着叶福天那边, 震惊过后, 绝美帝容颜上却写满了欣喜之意, 显然, 他在为叶福天高兴。 从他的脸上, 龙木甚至隐隐看到了一缕青木, 那种神态, 是面对他从来不曾有过的。 顾芸汐自然欣喜, 他脸上的笑容格外的灿烂, 在五蕴战场, 还以为他受了屈辱, 原来, 被他骗得好惨。 他当然也明白, 既然圣子是叶福天, 那么五蕴战场中的银衣身影, 自然就是他了。 原来, 他擅长的不仅仅是琴音, 在舞蹈上的成就, 更为出众。 在场的所有人, 无故心头狂颤, 当叶福天走到阶梯上方缓缓转身的那一刻, 所有的目光全部汇聚在他身上。 福天哥哥, 龙铃儿清纯的美眸眨了眨, 随后哥哥的笑着, 原来圣子是福天哥哥。 为圣子加冕, 陈院长正式宣布道, 两位贤者人物走上前, 亲自为叶福天披上璀璨的圣袍, 戴上耀眼无比的圣冠, 真正可谓无比的荣耀。 多谢前辈, 叶福天恭声道谢, 两位贤者人物含笑退开。 随后, 便见头戴圣冠身披圣袍的叶福天直面世人, 这一刻的他,仿佛巨无尽荣耀于一身, 本就极其英俊的他此时更显无双风采, 圣冠和圣袍竟完美地衬托着他的英姿, 仿佛他生来就当如此, 享受这无上荣光。 阳光洒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更添了几分神圣的光泽。 金云狼和金云霄的脸色格外的难堪, 甚至可谓阴沉。 真容看着那身影响到了曾经他前往仙阁的那一幕, 他高高在上, 让叶福天抓住机会, 成为他的战仆。 陈刘也一样, 让叶福天入燕阳学院。 如今呢, 清晨学院如此阵仗封圣子, 武运战场横扫朱天骄, 夺所有武运于一身, 让武运战场坍塌, 满天过海。 如今光彩夺目, 荣耀加身, 战仆追随他们, 如今叶福天的身份地位, 已经不在他们之下, 甚至可以说在他们之上。 今日圣子加冕, 代表了星辰学院的态度, 将以叶福天为这一代绝对的核心, 诸弟子之首, 未来星辰学院执掌者, 而他们在家族中, 甚至还算不上是继承人。 如今, 整座圣天城的年轻一代, 可以说已经没有任何一人的身份地位能够盖过叶福天了。 王宇柔也在人群之中, 他站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看着那风华绝带的身影, 心中默默的叹息, 有些人走到哪, 都能够成为绝对耀眼的人物, 云月城如此, 哪怕是圣天城, 依旧如此。 沈渝张了张嘴, 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今日加冕的圣子, 竟然是, 阁主。 讲到之前他来观礼石像叶福天告辞的情景, 他有些哭笑不得, 随后他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叶福天的时候, 他连仙格都住不起, 这一切, 真的像是做梦一样。 陈院长走到叶福天的身边, 一代院长人物和圣子并肩而立, 朗生开口, 今日, 封叶福天为新陈学院第一代圣子, 邀圣天城诸人共见证, 从今日起, 叶福天, 为新陈学院诸弟子之首, 见他如见我, 诸弟子共尊之。 无数人心头颤动着, 见他如见我, 这样的待遇, 已经超越了弟子的范畴了。 第一代圣子, 这是当年龙以天都不曾享受过的荣耀。 陈院长, 他是希望新陈学院能够再出一位龙以天吗? 故寒山和龙夫人见证着历史性的时刻, 他们目光看向叶福天, 他, 会成为下一位龙以天, 镇压圣天城一个时代吗? 他们, 很期待, 今日, 将是一切的开端, 我不服, 此时, 一道略显低沉不合时宜的声音传出, 许多人都露出一抹差异的神色, 目光缓缓转过, 望向新陈学院诸弟子, 随后, 他们看向了说话之人。 龙以天之词, 西山龙家未来的执掌者, 龙墓。 墓儿, 龙夫人目光望向龙墓, 他知道此事龙墓心中可能会有些想法, 当日灵儿生日那天, 他便从龙墓的态度中感受到一点, 心高气傲的他并未将叶福天放在眼里, 据说在新陈学院考核之日, 他还当众出言羞辱叶福天, 称他没资格过问龙家的事情。 而如今, 他亲自出面将叶福天推到圣子之位, 龙墓怎么能没有想法, 毕竟在武运战场, 他还被叶福天打伤过。 神圣, 龙墓对着龙夫人躬身, 虽然他知道他不应该站出来质疑, 但他还是无法忍住, 目光望向陈院长和叶福天, 到新陈学院弟子数万人, 唯有热和的考核, 院长便封一位外人为圣子, 龙墓不服。 说着, 他微微躬身, 但抬起头之时, 身体依旧占得笔直。 无数刀墓光落在龙墓的身上, 人群也都能够理解龙墓的心情, 两人在考核之日发生过一些摩擦, 可见有着辉煌绅士的龙墓是看不上叶福天的, 哪怕他被龙夫人欣赏。 然而如今, 叶福天却夺走了一切的光芒, 彻底将他掩盖, 他龙墓是龙以天之子, 但如今, 新陈学院陈院长亲自出面册封叶福天为圣子, 为其举行加冕仪式, 这使将叶福天是为龙以天的接班人。 甚至, 这件事的促成可能有龙夫人出力。 在这种背景下, 龙墓的心情可想而知, 也许他觉得, 属于他的东西, 被人夺走了。 我也不服, 一道极为冷漠的声音传出, 人群之中有一位身穿华丽衣衫的青年站出, 目光明是叶福天。 是金云霄, 这让人有些意外, 素来不合的金云霄和龙墓, 这次竟然意见一致。 他们两人, 都是新陈学院的妖念人物, 是家弟子, 表示不服。 当然诸人并不知道, 金云霄站出来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在武运战场中, 有一位银衣斗篷身影让他跪在地上, 拜他。 此时的金云霄自然也猜测到了叶福天可能就是对方, 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而且诸人都明白, 不服的人, 绝对不会只有龙墓和金云霄两人。 金陈学院多少天教人物, 从天位到王侯, 甚至有许多绝代妖孽, 如今, 院长直接册封叶福天为圣子, 为诸弟子之首, 那些妖孽人物, 能服。 陈院长以及新陈学院的诸贤者都很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无论是赞同的人还是不赞同的人, 他们都不会表示什么, 陈院长既然直接这么做了, 自然要让人信服。 有后被人物出头, 便足够了, 陈院长目光看了龙墓和金云霄一眼, 随后环视诸人, 朗声开口道, 今日为圣子加勉, 邀圣天成之人共同见证, 若圣子不能横扫同代, 自然没有这资格, 今天, 无论是新陈学院弟子, 还是三大院之人, 甚至是圣天成任何人, 若有质疑者, 皆可走出, 如若有人能够证明圣子没有资格享受这荣耀, 那便是我错了。 说吧, 他目光望向身旁的叶福天, 开口道, 欲戴圣冠, 当成其重, 去让世人见证, 属于你的荣光。 是, 叶福天点头, 头戴圣冠身披圣袍的他顺着阶梯一步步走下, 站在了朱弟子身前。 第476章碾压, 京陈学院朱弟子后退, 叶福天和龙木, 金云霄所站的地方空出一片位置。 今日, 叶福天封圣子, 陈院长称, 三大院甚至圣天成的任何质疑之人, 只要能证明叶福天不配, 那么便承认自己错了, 这是对叶福天有多自信。 这意味着, 但凡出现一个同境界的人物击败了叶福天, 今日的官礼便将成为一场笑话, 丢脸的不仅仅是圣子叶福天, 还有他这位院长, 以及整个新陈学院。 简然, 陈院长认为, 叶福天能够横压一代人。 艳阳学院和浩岳学院无论是长者还是弟子都凝视叶福天, 他们都猜测到了叶福天就是那让五蕴战场坍塌的神秘人, 否则陈院长怎么会如此自信, 会为一位以前并非是学院弟子的叶福天举行加冕仪式, 只有足够强的天赋才能够让这位新陈贤者为叶福天做到这等地步。 那么, 只有那神秘的淫衣人了, 他们甚至在想, 叶福天是否早就是陈院长看重的人, 只是一直隐藏着没有对外宣布, 直到如今才让他正式站在世人的面前。 当然, 无论怎么想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叶福天在五蕴战场得到了什么, 他本身的天赋实力究竟达到了哪一层次? 也许很快, 就能见识到了, 无数目光, 望向那中间的三道身影, 龙木和金云霄两人都冷漠地凝视着叶福天, 曾经, 他们出现在叶福天的面前之时, 气场便处于绝对的优势, 他们自信, 高傲, 根本不曾将叶福天放在心上, 气场自然不会弱。 但此时此刻, 在圣袍加深的叶福天面前, 他们却已没了曾经的气场, 竟隐隐被叶福天所压制。 不仅仅是因为身份的变化, 还因为在五蕴战场中, 他们已经败过。 当然, 在五蕴战场中有五蕴增幅实力, 灵气无法绽放, 并不能真正体现真实战斗力, 因此虽然曾被碾压过, 但无论是龙墓还是金云霄, 都还想要试一试, 堂堂正正的一战。 对于龙墓而言, 为了荣耀而战, 对于金云霄而言, 则是为了被践踏的尊严。 叶福天目光落在龙墓身上, 开口道, 我知道你一直不曾将我放在眼里, 但那不过是你一直沉醉在自我的世界, 我从不曾真正和你计较过, 如今你应该很清楚自己并非是我的对手, 如若真要出手的话, 你做好承受这一切的准备了吗? 诸人听到他的话一阵无言, 这是有多自信啊? 他这是, 怕龙墓心里承受不起战斗的结局。 龙墓眼神更冷了几分, 双拳紧握, 他知道叶福天是何意, 如若他选择默认这一切的发生, 也许诸人会淡忘, 但他龙墓走出来挑战, 一旦战败, 所有人都会记得。 你呢? 承受得起失败吗? 龙墓冰冷道, 叶福天没有再多言, 他是看在夫人的面子上才劝龙墓一声, 既然对方执意如此, 那么也无话可说。 出手吧, 叶福天道, 龙墓身上, 一股极致狂野的气息爆发而出, 随后真龙呼啸, 一尊神圣无比的金色神龙出现在龙墓的身后, 扶摇而上, 那是一尊神圣无比的五爪金龙。 在龙墓的体内, 像是有一股奇特的气息在爆发, 西山龙家之人蕴藏祖龙之血, 天生拥有龙的力量。 而在此时, 叶福天身上有无比璀璨的紫色雷霆闪耀而出, 顷刻间周围天地间像是化作了雷电的世界, 席犬整片虚空, 一道道雷霆之光落在龙墓的身上, 龙墓仿佛没有感觉到斑, 他脚步一踏地面, 轰蒙一声巨响, 身体凌空飞起, 抬起手臂朝着叶福天抓去。 金色的五爪神龙呼啸冲出, 庞大无比, 直接朝着叶福天的身体撕裂而去, 这一刻的叶福天仿佛格外的渺小。 叶福天没有释放命魂, 他只是抬起手, 刹那间万千雷光汇聚一体, 化作一股可怕的雷霆漩涡, 净凝聚成雷神之盾, 恐怖的金色巨龙轰杀而至, 竟被卷入了雷神之盾的漩涡之中, 随后被那无尽的雷光撕成粉碎, 似有龙在悲笑。 果然是他, 燕阳学院的陈旺看到这一幕内心微颤, 再无任何悬念, 已经可以确定叶福天就是那人。 此时叶福天像是化作了一尊雷神般, 手持盾甲, 正是那日武运战场第九层第一位贤者所拥有的能力。 龙目身体悬空, 他双手颤动, 顿时一尊神龙仿佛附于身体之上, 他仿佛融入龙之体内, 没有任何的花哨, 直接俯冲而下, 一头庞大无比的金色神龙朝着叶福天杀去, 威压惊天, 像是一道利爪就能将叶福天粉碎。 叶福天手臂一颤, 他看了一眼虚空, 天地间雷微无穷无尽, 那雷神之盾化作紫金色泽的雷霆光辉, 朝着那尊金色巨龙席卷而出, 刹那间天地间仿佛出现了一道道雷杰之光, 疯狂地轰击在那神圣金龙身躯之上, 金龙发出剧烈的咆哮怒吼声。 雷神级不仅蕴藏无与伦比的攻击力, 还有着可怕的精神攻击能力。 然而, 龙影之上龙目神色肃目, 一往无前,继续沙向下方, 叶福天抬起手, 哗啦啦地声响传出, 无尽的藤蔓席卷而出, 缠绕着那头庞大的金龙身躯。 随后, 叶福天双臂一颤, 身体周围, 近悬浮有诸多金色大掌印, 这些金色大掌印疯狂地飞旋, 随后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无比可怕的巨大掌印。 叶福天抬手朝着虚空抓去, 苍穹之上像是出现了一只神圣无比的巨大手掌, 直接扣住了那头真龙的脖子。 那头神圣金龙在双重打击之下疯狂地挣扎着, 助人也看到了龙目在挣扎, 无数人内心狂颤, 果然, 龙以天知死龙目, 骄傲无比的他竟然不堪一击。 大掌印纹丝不动, 随后甩向下方, 轰得一声巨响, 龙区被砸落在地面上, 随后龙影消失, 龙目的身体出现在那。 碾压, 龙目脸色惨白, 果然, 竟然和在五蕴战场中差距一样吗? 竟然还是如此凄惨的结局。 那么他以前的骄傲, 算什么? 龙夫人目光望向龙目, 心中暗暗叹息, 叶福天, 或许会是龙目命中的一道坎, 希望他能够迈过去, 这样他的心会更加的坚韧。 叶福天没有看龙目, 随后目光又落在金云霄的身上, 此时金云霄的脸色格外的难堪, 叶福天碾压龙目, 他自然不是对手。 他真实的战斗力竟然如此的强大, 那比债, 无法讨还了吗? 龙, 就在这时, 叶福天的身体忽然坚朝着他而行, 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 金云霄身后瞬间出现金翅大鹏羽翼, 如闪电般急速往虚空退去, 却见叶福天脚步一踏, 雷影不绽放, 如一形幻影, 追向金云霄的身体。 金云霄怒喝一声, 双翼一颤顿时无尽金色的利剑呼啸着斩杀而出, 即向沙莱的叶福天。 空, 叶福天的身体周围像是出现一片陨石光辉, 疯狂地旋转, 蕴藏着一股极其可怕的毁灭力量, 当金色的利剑沙莱之时, 尽皆被粉碎。 看到叶福天身体接近, 金云霄羽翼再次猛烈一颤想要逃离, 叶福天脚踏虚空, 所踏之地发出雷暴之音, 他身体横穿虚空降临金云霄身前, 两人面对面像是就要接触到一起, 金云霄脸色大变, 羽翼翼和锋利至极, 割裂虚空。 叶福天双臂抬起, 那旋转的陨石之光流转于手臂周围, 竟生生地挡住了羽翼, 他手掌朝前伸出, 直接扣在了金云霄的脖子上, 猛然间一甩, 雷影步再次绽放, 两人身体直接一形换位, 朝着下空而去。 空, 一声剧烈的震荡声响传出, 地面破碎, 金云霄的身体直接被叶福天扣着脖子 渗入其中。 叶福天讽刺地扫了一眼金云霄, 随后松开手臂转身外部离开, 在五蕴战场金云霄对他展出的那道剑光他可是记得, 既然想要求乳, 那便再成全他一次。 金云霄看到叶福天那充满灭世的眼眸, 他的眼神极其的阴沉, 又想起了五蕴战场中的那一幕, 让他跪在地上的屈辱一幕, 他的眼眸变得赤红, 有几分疯狂。 空, 他身体直接从地面弹起, 手中出现一柄无比璀璨的金鹏利剑, 天地间像是出现了一只金翅大鹏鸟般, 朝着叶福天斩杀而出。 叶福天脚步停下, 眉头一挑, 放肆, 金陈学院有长者冷吃一生, 金家的长者也皱眉, 金云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翁, 叶福天还未动, 便见一道身影从人群中冲出, 宛若一柄剑般, 和叶福天擦肩而过。 那是一道独臂身影, 他拔剑, 一剑声, 朝着金云霄杀出的那一剑而去, 顿时像有万千道剑光于虚空流动, 汇聚于一点, 激在了那金翅大鹏虚影之上, 直接僵尸粉碎。 剑继续往前, 万千道剑光汇聚一体, 落在遥光剑的剑间, 刺在了对方的金鹏利剑之上, 一道道无比可怕的剑气流光顺着金鹏利剑席而出, 流动到金云霄的身上。 这一瞬间, 金云霄感觉到像是有万千道剑翼在他身上游走, 他脸色苍白, 剑脱手而出。 随后, 一柄冰凉刺骨的剑落在了他的咽喉, 再往前一撕, 便能夺他性命, 一剑封喉。 不服, 你们也配, 一道冷漠的声音从那独臂身影口中吐出, 犹如利剑般刺痛着龙木和金云霄的心。 第477章 《帮横压》一代, 无论是龙木还是金云霄, 在以前面对夜伏天之时是如何态度, 夜无尘自然看在眼里。 巨傲、冷漠、 自以为是, 即便是学院考核日夜伏天展露出不凡的天赋, 依旧如此。 他们, 有何资格如此自傲, 在龙木和金云霄自己看来, 除了优越的绅士外, 还有着强大的实力和妖念的天赋, 然而在夜无尘和余生他们的眼里, 所谓的天赋和实力, 只是因为夜伏天没有和他们真正计较而已, 唯一能够倚仗的不过是绅士了。 而如今, 夜伏天封圣子, 他二人不服。 配吗? 金云霄甚至敢手持贤者法器偷袭出手, 再加上当日在武运战场中的那一剑, 若非是还有故技, 他这一剑, 便真正刺入金云霄的咽喉了。 冰凉之意从咽喉触袭来, 金云霄的咽喉出现了一滴鲜艳的雪珠, 他身体微微颤抖着, 除了险些丧命的恐惧之外, 还有无尽的屈辱感。 他手持贤者法器出手, 然而莫说事业伏天, 即便是叶伏天身边的叶无尘, 一剑封喉, 若是生死之战, 这一剑, 他便已经丧命。 清晨学院的天之骄子, 金家耀眼的妖念人物。 今日起, 他金云霄行走在外, 将再没有资格昂首。 许多人的目光望向那英俊的独臂身影, 不由得想起了考核之日余生和金云霄的那一次碰撞, 若非是当时叶伏天阻止余生出手, 那一天, 金云霄是不是便会败? 还不退下, 金家强者冰冷的赤河一生, 金云霄面如死灰, 阴沉至极地看了叶无尘和叶伏天一眼, 随后身体往后退。 叶无尘冰冷地凝视着他, 却见此时金家一位强者冰冷道, 虽说战场之上并无规定不允许使用法器, 但你身为新晨学院弟子, 竟没有自己的原则, 归去之后好好反省。 叶伏天淡淡地扫了一眼对方, 心中冷笑, 如此正式的场合已经战败却使用贤者法器偷袭出手, 这还需要规定。 金家的强者看似问责, 实则不过是在维护金云霄。 然而, 这种时刻, 自然也没有人去和金家的人计较, 叶无尘默默地退下, 安静地站在人群外围, 但不少都注意到了这位独臂见客。 龙木也默默地离开战场, 心中有着一股悲凉之意。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汇聚在叶伏天的身上, 圣袍加身, 星辰学院妖念人物龙木金云霄, 皆都不堪一击。 他天位五重境界, 但在中天位这一层次, 怕是无人能够撼动。 叶伏天往前走了一步, 目光望向浩浩荡荡的人群, 开口道, 我兄为境界低微, 却成蒙臣院长器重, 封圣子, 圣天成强者如云, 天骄备出, 只星辰学院便有太多弟子境界强于我, 因此自知难以服从。 许多人物光望向叶伏天, 今日乃是他加冕之日, 实则不宜谦逊, 否则陈院长为他造如此声势, 所为何。 然, 就在此时, 却听叶伏天继续开口道, 既已受此圣惯, 自当成其压力, 不辜负新辰学院圣子之名, 因此, 我叶伏天今日于此, 以天位第五境, 愿领教圣天成所有中天位天骄实力, 若有想要赐教之人, 可并肩一起踏上战场, 我若战败, 便有辱圣子之名, 自当取下圣冠, 脱下圣袍。 说吧, 叶伏天环视人群, 道, 请诸君指教。 这声音虽然不大, 却如雷声般震颤在诸人的内心, 虚空瞬间寂静无声, 无数道目光落在叶伏天的身上, 只见他身上的圣袍无风而动, 长发飞扬, 那张英俊的面孔平静无比, 却又傲气凌天。 谦虚, 果然是太天真, 叶伏天, 他欲以天位第五境, 挑战圣天城所有愿意上场的中天位境界强者, 无论是谁, 无论是燕阳学院的天交, 还是昊阅学院的天交, 又或者是世家子弟。 挑战所有, 仿佛, 他在证明陈院长的期望, 继封圣子, 当横压一代。 虽千万人, 自当一人战之, 太疯狂了, 即便是上天位境界的妖念人物, 都不敢说此话吧。 若是诸多中天位境界的强者一起出手, 该是何等可怕的威能, 人还以法术便能将上天位境界的强者淹没掉。 陈院长目光望向叶伏天, 他既为叶伏天举行加冕仪式, 邀世人来观礼, 便是要将叶伏天推向世人的面前, 让他承受一切的压力, 当年龙以天崛起之时, 何尝不是一路横扫过去, 直到登陵巅峰。 叶伏天得胜到传承, 既想要实现那终极目标, 便当镇压一代, 登陵决巅, 而后顾之忧, 交给他们。 这次, 叶伏天是龙夫人何顾寒山推给他的, 自然他们要和新陈学院一起, 承担后面的压力。 今日, 就见证下, 叶伏天能做到哪一步, 是否当得起他们的期望。 所有人后退, 将战场空出来, 陈院长开口说道, 顿时各方人群纷纷往后撤, 将一片浩瀚的空间让出, 叶伏天独自矗立于中间, 面向所有人。 既然圣子有此意愿, 难道你们不想亲身见证? 此时新陈学院有一位大人物开口道, 是金家派系的强者, 顿时许多青年天骄人物踏步而出, 走上了战场。 你们也去领教下新陈学院圣子实力, 艳阳学院和浩岳学院的长者纷纷开口, 两大学院都有诸多天骄人物, 如今, 新陈学院想要造就一个圣子, 他们自然想要将之打破来, 既然叶伏天要占群雄, 那便成全他。 陈流, 真荣, 金羽, 好多强者, 许多人心头暗颤, 三大院, 各大十家, 在中天位层次都有一些妖念天骄人物, 并不逊色于金云霄, 此刻纷纷走出, 再加上各方走出的人群, 一时尖纳可怕的阵营将战场围住。 他们, 还真联手啊, 天骄人物, 也都有着自身的骄傲, 但此刻, 那些人却像是都放下了, 联手对付叶伏天。 讲毙之前龙木和金云霄的惨败让他们意识到, 想要独自战胜叶伏天, 有些不现实。 请, 叶伏天淡淡开口, 顿时人群之中有数道身影闪烁而出, 一人凌空飞起, 剑已临天, 仿佛人羽见何, 一剑出, 天地间出现一道笔直的光芒。 又有一人擅长法术, 一股可怕的风暴汇聚而生, 直接朝着叶伏天的身体笼罩而去, 那刮起的飞风, 竟像是比刀剑还要锋利, 能够撕裂人的身体。 还有一人释放命魂, 乃是一尊恐怖的金色巨猿, 从苍穹碾压而下, 宛若要将虚空压他, 金色的巨猿大脚印踩塌而下, 欲直接踏灭下方的身影。 风拂过, 夜拂天圣跑烈烈作响, 他站在原地, 抬头看了一眼虚空。 见到那金色巨猿的大脚印踩塌而来, 他手掌伸出, 无尽雷霆汇聚而生, 虚空中出现了一尊雷龙之影, 直接撕咬在那巨猿躯体之上, 恐怖的雷霆光辉扫荡而过, 使得对方身躯麻痹颤抖, 随后他手臂一甩, 对方的身体像是被龙咬着甩向地面。 巨峰和剑光同时降临而来, 夜拂天另一只手伸出, 无尽雷光化作雷神之盾挡在身前, 吞噬剑光, 和巨峰纠缠。 去, 手臂一颤, 雷神之盾化作无尽的雷霆结光, 雷神击法术绽放, 瞬间吞没一切, 击在虚空中的风暴身影上, 使得他们哼浑身被雷霆击中, 吐出一口鲜血, 那件修身形如剑避开攻击, 却见金色的藤岸比风还要快, 遮天蔽日, 直接抓住了他的身体, 朝着下空拉去, 砸落在地。 看到三人瞬间惨败, 战场中的许多强者踏步而出, 一时间, 天地间的灵气都像是要被抽空来, 一瞬间, 诸多法术同时降临, 一道道身影腾空, 无界法术从苍穹降临, 要将下方夜拂天的身体淹没埋葬。 周围的人物光明是夜拂天, 千般法术, 如何抵抗? 夜拂天抬头看向虚空, 他身体周围流动着一股可怕的气流, 随后双手伸出, 像是托起一片天地。 今刻间, 周围的天地间诞生了一颗颗陨石, 环绕在夜拂天身体周围旋转, 在陨石之中仿佛有无尽的流沙风暴, 雷霆肆虐, 风暴流动, 像是一片自行运转的小星空。 当法术降临之时, 竟然全部被格挡在外, 沦陷入那股流沙风暴之中, 淹没于雷光之内。 这是什么法术, 许多人只感觉心头震撼, 哪怕是那些前辈人物都为之震惊。 清晨学院有一些强大无比的新晨法术, 但却没有这一法术, 莫非是陈院长最新领悟而出。 此法术自然不是从新晨学院修行而成, 曾经在草堂之时夜福天随老家伙学过很多法术, 这是其中一种极为厉害的法术, 同样是融入了多属性, 名为流沙风暴, 乃是极强大的超凡群工法术, 但对精神力以及灵气控制力的要求都极高。 后夜福天领悟贤者五云以及圣光之能, 又改变了流沙风暴, 融入了星辰运转的规矩。 如今诞生的法术, 应该称之为陨石风暴, 去空中, 陨石风暴疯狂的旋转, 宛若天地星辰运转, 吞噬万物, 去空中的强者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可怕的重力, 像是要将它们吞噬到那股风暴内, 所有的法术, 尽皆被埋葬其中。 夜福天双掌伸出, 朝着虚空一颤, 顷刻间, 陨石风暴朝着虚空而去, 毁灭的力量扫荡一切, 只见虚空中强者疯狂逃离, 却依旧不断有人击中, 或被陨石撞击身躯, 或被风暴扫荡, 许多人口吐鲜血, 只一瞬间, 强大的阵容瓦解崩灭。 夜福天感觉有些可惜, 他的境界低了下, 对法术的控制力有限, 否则这法术还可以不断变得更强, 真正威压天地, 荡平一切。 第478章 占天位之巅 诸人物光明是那傲然而立的身影, 内心震荡, 太强大了, 一道法术使得诸强者受伤。 那法术的威力, 简直害人听闻。 翁, 只见此时, 一道身影犹如闪电般降临, 他踏步而出之时, 天地震荡, 像是有一座巨山镇压而下, 轰向刚释放法术的夜福天。 夺目的眼眸依扫对方, 夜福天手掌伸出, 灵气汇聚成掌棍。 漫天的金色光辉陡然间绽放, 随意诸人便见到夜福天身体一颤, 背后竟出现一双璀璨无比的金翅大鹏羽翼, 像是有着一尊金翅大鹏王赋于身体之上。 羽翼一颤, 似有金色的风暴刮起, 夜福天身体扶摇而上, 手中的金色长棍直接披杀而出, 一道金色光芒贯穿了天地, 轰轰一声巨响, 踢开, 长棍直接轰在了那身躯之上, 将对方扫荡而回。 动手, 一道道身影同时呼啸而行朝着夜福天而去。 夜福天脚踏虚空, 雷光闪耀, 雷影步加上金翅大鹏之翼速度何等的快, 犹如瞬间一动般出现在艺人面前, 长棍没有任何犹豫的批出, 又是一声巨响, 有艺人被直接砸向地面。 砰砰砰, 随后, 诸人只见夜福天脚下声光, 天为境界的人几乎难以看清楚他的动作, 只见到不断有人被碾压砸向地面, 发出剧烈的声响。 转眼之间, 地面之上已经躺下了十余人, 那绚丽无比的身体飞旋而上, 出现在了虚空之上, 金色的羽翼缓缓拍打着, 仿佛完美契合了他此刻的气质, 和他相比, 之前的金云霄怕是要自残行贿吧。 金家的人神色极为锋利, 夜福天, 竟然也拥有金翅大鹏鸟命魂。 吃, 一道极致耀眼的光辉斩杀而至, 诸人望向虚空, 便见陈刘帅领树为陈家七年天骄人物斩出太阳之剑, 那一道道太阳见光交相辉映, 竟化作金色剑红, 笔直地朝着夜福天杀去, 就像是一道道至高无上的太阳之光射向夜福天。 空, 当太阳见光降临的刹那, 夜福天的身体燃烧了起来, 无尽的火焰化作璀璨无比的火之光幕, 流转于身体周围, 他身上的火焰像是如太阳一样燃烧, 身躯化作太阳熔炉, 焚面是金一切, 太阳之剑沙来, 竟然化作火焰力量融入其中。 这一瞬间, 夜福天的身后, 出现了一轮太阳, 高悬于天, 耀眼无双。 第二命魂, 诸人心头微颤, 太阳命魂, 火焰不能伤他。 他身躯如太阳熔炉, 可焚一切, 此时, 太阳之中, 出现一幅火焰图案, 夜福天如同火焰神明般, 他踏步往前, 火焰图案中射出一道道光束, 朝着各处方向而去。 陈流等人感受到那股强大的火焰力量, 紧接释放命魂法像, 与之对抗。 去空之中, 那傲视天地的身影长棍舞动, 像是有一尊神圆虚影出现, 夜福天手中的长棍不断扩张变大, 化作金色的巨棍, 长棍舞动, 苍穹之上风云变色。 轰, 金色的雨衣一闪, 夜福天携金天之威扫荡而出, 陈流他们感受到那股无与伦比的压迫力神色大害, 却见夜福天一棍扫荡而出, 那长棍之影疯狂变大, 天地间出现了一根荡平苍天的金色巨棍, 轰, 驱空都像是未知颤抖, 陈流等人直接口吐鲜血, 身体朝着远处坠落而去, 一行人全部被扫荡出去, 夜福天继续踏步而出, 朝着人群最多的方向而去, 长棍再次舞动, 天地间出现漫天滚影, 凌空披下, 暂开, 有人大喝道, 许多人朝着各处方向散去, 然而那是如破竹的长棍将许多人直接轰向地面, 左右两侧有人朝夜福天沙来, 却见哗啦啦的声响传出, 法术死亡缠绕疯狂卷向他们, 随后甩向远方, 无敌, 此时, 新陈学院内外无数道目光凝望那虚空中战斗的身影, 诸多强者为杀, 然而夜福天只一人, 谁能抵抗一棍, 看着他疯狂扫荡, 出战的人不断被扫荡出局吐血受伤, 周围的人无不心惊胆战, 太强大了, 今日, 他夜福天封圣子, 圣袍加身, 镇压一代人, 无人能敌, 真容也在人群之中参战, 他是被一棍扫荡落地的, 口吐鲜血, 真正让他感到屈辱的是, 夜福天将他扫荡击伤之时, 甚至都没有正眼看他一眼, 仿佛在夜福天眼里, 他真家大小姐, 不过也只是一路人, 不堪一击, 不值得看一眼, 不仅是他, 这次出战有三大院许多天骄人物, 明镇一时, 但今天无论是谁, 无论名气有多大, 平日有多强, 此刻统统被镇压扫荡, 从战斗到此刻, 并没有过去多长时间, 出战百余强者, 紧接被碾压, 去空之中, 战斗停止, 身披圣袍戴圣冠的夜福天身后雨衣璀璨, 悬浮于天, 他眼神无比锋利, 傲视群雄, 可还有人愿意领教, 夜福天目光环是浩浩荡荡的人群, 茫茫无尽的强者, 找不出一人能够抗衡, 甚至, 没有一人能够正面和他对战, 进阶式被扫荡战败, 人群之中, 王与柔美谋凝视那身影, 心中怅然若失, 曾经在云月城, 他也是如此, 如今哪怕面对圣天城诛天骄人物, 依旧一样, 无人能挡其风, 又有一处地方, 三道身影挤在人群里面, 被人海淹没, 那位瘦削的青年眨了眨眼睛, 笑着道, 小师弟还是这么潇洒, 看来是没有师兄们压着啊, 日子可滋润了, 另一英俊的青年含笑点头, 胖子站在后面看到那风华绝代的身影, 又想起自己的日子, 真是没法比, 太凄凉了, 三大院以来, 这是第一次封圣子, 星辰学院开辟先例, 继封圣子, 祥祠等荣耀, 当镇压一镜, 战斗何来限制于中天位之镜, 更何况, 我听闻你在恶龙岭便曾展露过上天位境界的实力吧, 此时, 有燕阳学院的强者开口说道, 夜伏天横扫同代, 三大院弟子联手进阶不敌, 星辰学院自然没什么, 但燕阳学院和浩月学院则是脸上无光, 许多人露出异色, 三大院天骄如云, 上天位占天位第五镜, 却是有些欺负人了, 不过恶龙岭之事, 许多人不是很清楚, 境界不会欺骗人, 夜伏天的确是天位第五镜, 不要脸, 龙岭二比试说道, 夜伏天目光一扫燕阳学院方向, 随后开口道, 燕阳学院若是想要以上天位境界挑战的话, 请, 翁, 只见一道身影站起身来, 迈步而出, 看到此人走出, 许多人露出一抹一色, 无耻, 龙岭二因气愤而小脸通红, 那走出的人乃是陈旺, 陈家陈旺, 天位巅峰境界, 本身也是妖念人物, 简直欺人太甚, 陈旺神色冷漠, 您是夜伏天, 在五蕴战场第九层, 他被夜伏天一击秒杀, 那时夜伏天浑身进阶五蕴, 这次, 他可没有, 今可见, 陈旺身上燃烧太阳之火, 通体无比璀璨, 他命魂法相绽放, 有太阳出现, 太阳之内, 还有着一尊太阳神鸟三足金屋, 一股股可怕的气息流动于陈旺身上, 身后有火焰雨翼出现, 一道道光辉朝着夜伏天射去, 去空之上, 有太阳之火从天而降, 惠拒于身, 使得他的身体疯狂燃烧, 和苍穹之上高悬的太阳一体, 他伸出手掌, 顿时太阳之火化作一柄无比可怕的太阳神剑, 释放的光辉便足以粉面中天为一切强者, 不少人甚至为夜伏天感觉担心, 如此轻易被激怒答应燕阳学院的挑战, 未免有些莽撞了, 燕阳学院可是一点不和他客气, 直接派出了陈旺出战, 夜伏天身体依旧悬浮于天, 脚下引有雷霆光辉弥漫, 便见此时, 陈旺身体一跃, 太阳洒落于身, 化作一体, 映照在夜伏天的身上, 极为刺眼, 甚至有可怕的焚烧之力, 太阳神剑斩出, 笔直朝前, 杀向夜伏天, 砰, 夜伏天脚踏地面, 雷影不绽放, 移形换位, 那道剑光披杀向远方星辰学院接梯那, 有强者伸出手, 一股无形的力量降临, 挡住那道剑光波及, 陈旺冷哼一声, 他身形一闪, 速度奇快, 直奔夜伏天方向而去, 又是一剑挥出, 剑光仿佛化作太阳之光, 一闪而至, 光的速度何等的快, 然而夜伏天似已经提前预判, 雷影不再次踏出闪避躲开, 只留下一道毁灭的太阳光束, 依旧有强者出手才挡住波及其他人, 陈旺皱眉, 夜伏天的瞬间闪避能力竟然如此之快, 他再次虚空踏步, 无尽光辉洒落而下, 凌空一剑斩出, 这一次又诸多太阳剑光同时绽放, 无处可挡, 无处可避, 夜伏天目光明视前方, 大自在观想法一直在运转着, 他得圣道传承, 有三道圣光, 这三道圣光对应三大院的能力, 陈旺是陈家添交, 又在燕阳学院修行, 擅长太阳火焰能力, 自然修行了燕阳学院的强横手段, 他想要借陈旺之手观察, 此时, 一道道太阳见光笼罩整片空间射杀而来, 每一道太阳光都蕴藏无比可怕的毁灭之力, 他体内陡然间有一道无比可怕的光芒流动, 今刻间,周围天地间出现了诸多陨石环绕于他身体周围, 疯狂旋转, 那一颗颗陨石上像是有一道无比夺目的光辉一闪而逝, 不断流动着, 使之灿弱星辰, 宛若一颗颗星辰在夜伏天身周旋转流动, 第479章熟悉的套路, 陈旺的太阳之剑披杀而至, 一道道毁灭一切的见光冲入那流转的陨石空间中, 每一道太阳见光都蕴藏惊人的毁灭力量, 像是要将陨石吞没粉面, 然而当陨石之上那道流光绽放之时, 太阳之火便会直接熄灭, 当贯穿虚空的太阳见光扫荡而过之时, 却见那流转于夜伏天身体周围的陨石空间依旧还在, 陈旺目光凝固在那, 他的攻击竟然破不开夜伏天的防御, 这种能力怎么会这么强, 和之前的陨石风暴有些相似, 却又有不同, 像是一片小星空世界, 夜伏天双臂张开, 他处于这片空间的中心, 仿佛整个小星空世界在以他的身体为中心运转, 他身上流动着的一道极其璀璨的光辉, 和陨石上的光芒交相辉映, 仿佛铸就了一方不灭的空间, 夜伏天眼眸璀璨, 他身体朝前而行, 顿时那片空间随他一起前行, 朝着陈旺而去, 陈旺凌空飞跃, 双手持剑, 太阳之光照射而下, 无尽的灵气在此刻共鸣, 朝着夜伏天斩杀而出, 这道剑光瞬间湮灭一切, 杀向夜伏天, 砰砰, 只见夜伏天身体周围的陨石不断化作火球, 随后炸裂粉碎, 许多人心头猛烈掺了下, 这一剑, 要将一切劈开吗? 终于, 太阳力剑的毁灭力停下, 夜伏天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那被毁灭的陨石再次凝聚而生, 随后继续运转, 夜伏天的身体也朝着陈旺靠近, 陈旺神色微变, 他的太阳之剑仿佛有一尊金乌神鸟融入其中, 又一次劈杀而出, 威力更加强大, 但结局还是一样, 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毁灭那股风暴, 夜伏天的身体已经到来, 往后撤退, 却见夜伏天一步踏出, 身体横跨虚空, 降临陈旺面前, 陈旺虽然境界高于夜伏天, 但瞬间移动的速度却不如, 他脸色在变, 剑连续展出, 夜伏天不断朝着他身体接近, 伴随着陨石在剑光下炸裂, 陈旺的身体和夜伏天出现在了同一片空间之中, 也陷入到了风暴之内, 翁,夜伏天手掌挥动, 无尽的陨石朝着陈旺的身体轰杀而去, 陈旺的剑连续展出, 顿时砰砰的剧烈声响不断, 就在此时, 一颗陨石无比璀璨, 直接轰碎了太阳之剑, 积在陈旺的身体之上, 扑, 一口鲜血突出, 陈旺身体化作弓形, 夜伏天没有就此罢手, 他手掌一握, 顿时陨石疯狂降临, 于是诸人便见到陈旺的身体被疯狂的击中, 鲜血连续突出, 够了, 燕阳学院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出, 夜伏天手掌挥动, 轰轰一声巨响, 陈旺被砸向了地面, 整个人奄奄一息, 滚身燃血, 夜伏天眼眸璀璨, 却透着冷漠之意, 既然要提出上天位和他战斗, 那便成全, 接下来, 想必不会还有人出战吧, 安静的空间, 无数人看向陈旺, 那位燕阳学院的天之骄子, 陈家的妖孽, 在天位这一层次属于站在巅峰的人物, 他也踏入了五蕴战场第九层, 然而, 却遭到如此摧残, 诸人都明白, 此战过后, 一切已经无需再去证明, 星辰学院圣子夜伏天, 可镇压一代, 横跨境界战天位跌峰层次的陈旺, 还要如何? 顾寒山和龙夫人目光望向那虚空中的青年, 当年龙以天在青年时代, 也不曾如此耀眼过, 如今, 夜伏天被他们推上圣子之位, 院长却将他推得更高, 以期待他能够成为下一位龙以天, 而如今看来, 他或许有机会取得更高的成就, 星辰学院闲者人物也都看项叶伏天, 院长此举之前他们并不完全认同, 甚至有人是有些意见, 但如今看来, 院长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 他要造就一个镇压一代的人物, 但星辰学院的强者也明白, 造就这样一个人物, 他们将会承担不小的压力, 当年龙以天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 陈院长神色平静, 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还有人有意见吗? 陈院长开口说道, 若我星辰学院有王侯弟子不服, 若能够做到比他更好, 可取而代之, 星辰学院弟子近尖无言, 以天位第五镜横扫一镜, 天位层次谁还有资格站出来不服? 王侯层次, 又有谁能做到比夜伏天更好? 此时所有人都明白, 今日陈院长为夜伏天举行加冕典礼, 一切便已定下, 无人能够撼动夜伏天的地位, 从今日起, 夜伏天这横空出世的青年, 便将成为星辰学院朱弟子之首。 今日, 所有人, 只是见证者, 而没有挑战者。 你在五蕴战场的先功中, 得到了什么? 此时, 艳阳学院有人开口问道, 夜伏天和陈旺战斗之时, 有一道光芒流动着, 璀璨无比, 他们感知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神秘力量。 而夜伏天踏入五蕴战场第九层的先功中, 究竟有什么收获? 让星辰贤者封其为圣子, 许多人内心一领, 他们都隐隐猜测到了夜伏天就是那神秘人, 但如今, 艳阳学院有长者直接问出, 便是将此事公开在诸人面前了。 这位不可一世的青年, 在数日前, 让五蕴战场坍塌。 无可奉告, 夜伏天还未开口, 陈院长便回应道, 五蕴战场乃三大院共同守护, 如今, 此次让五蕴战场坍塌, 气韵之地受损, 新陈学院封其为圣子, 那么五蕴战场坍塌之事, 当如何处置? 艳阳学院强者开口道, 助人神色闪烁, 如今夜伏天证明自己的绝代天赋, 两大学院想必都知道破坏不了今日圣子加冕, 便以五蕴战场为借口挑起事端。 清陈学院得到一位圣子, 这圣子还夺走了五蕴战场的全部气韵, 这样一想, 艳阳学院和浩阅学院自然不爽。 千百年来, 三大院弟子入五蕴战场夺五蕴, 提升修为境界, 向来是能者得知, 处置, 是何意? 清陈学院也有强者站出来开口道, 简直无稽之谈。 若五蕴战场还在自然是能者得知, 但他让五蕴战场坍塌, 此事, 难道不需要给个交代? 没错, 五蕴战场乃是圣天城气韵之地, 如今因一人而坍塌, 既然他是新陈学院圣子, 那么新陈学院自当给个交代。 你们要什么交代? 陈院长淡淡开口, 他推出叶福天便知道会承受两大学院的压力, 但他依旧这么做了, 既有无双天赋, 自当成此压力, 今日册封也是他的一种态度。 对叶福天的态度, 一切都放在明面上, 以免两大院低估业福天在新陈学院的地位, 做出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既他能有所得, 自然也是个人际遇, 然而五蕴战场坍塌, 气韵之地毁灭, 他需要给一个交代, 他在先公中, 是否拿走了镇压气韵之物? 有强者问道, 是又当如何? 陈院长直言不会道, 五蕴战场乃三大院共同守护, 他若拿走了镇压五蕴战场的气韵之物, 自当奉还。 战场已经坍塌, 如何奉还? 聂长老道, 你们有什么话? 直说便可, 无需拐弯抹脚。 既是三大院守护, 自当由三大院共同执掌拥有。 艳阳学院终于说出目的, 驱空一阵寂静, 许多人看向争执的大人物, 今日夜伏天表现太过出众, 哪怕是艳阳学院和浩阅学院的闲者人物, 都有些不甘心此人写宝峰圣子, 以前星辰学院有歌龙一天, 如今又出夜伏天。 扑呲, 寂静的人群中, 有一道笑声传出, 近格外的清晰, 许多人物光望向人群中, 便见一道青年身影站在里面。 诸位继续, 青年见许多人物光望向他, 不由得笑着开口道, 你笑什么, 一道冷漠的声音传出, 艳阳学院方向, 一位王侯境界的弟子神色冷漠, 落在那青年身上。 久闻三大院之名, 乃是荒州冬域圣地, 今日路过因此前来看看, 不想见证了星辰学院丰圣子, 之前也听闻过五蕴战场之时, 却没想到五蕴战场得到之物还能三方共享, 因为感到有趣, 这才笑出声来, 见谅见谅。 洛凡微笑着开口, 眉宇间有着几分轻挑傲慢, 诸人露出一抹一色, 这家伙难道不怕得罪人? 果然, 那王侯人物脚步走出, 朝着洛凡而去, 一股王侯威压降临, 他冰冷开口道, 三大院长者对话, 何时轮道你来多嘴, 自己长嘴, 然后滚。 此人同样是陈家的王侯强者, 陈望是他堂弟, 当众被碾压击败, 他陈家面上无光, 如今三大院贤者对话, 竟有人站出来多嘴, 真是放肆。 洛凡一愣, 道, 我没说什么吧。 掌嘴, 陈欲继续迈步往前, 威压可怕, 新陈学院的强者皱了皱眉, 看来这陈家的陈欲 有意借题发挥, 抹他新陈学院的面子。 师兄, 遇到有人不讲道理当如何, 洛凡看向雪叶道, 不讲道理, 那便用拳头, 雪叶道, 可对方有贤者长辈人物在, 如何是对手, 洛凡又道, 老师说过贤者之所以为贤, 自然有贤者的气度, 难道还能帮着晚辈出来战斗? 雪叶又道, 有道理, 洛凡认真的点了点头, 诸人听到他们的话露出怪异的神色, 陈欲可是陈家的王侯, 他们竟然就在考虑贤者出不出手, 想什么呢? 虚空之中的叶福天则是一脸黑线, 有些同情地看了陈欲一眼, 果然, 还是熟悉的套路。 第480章喜事, 叶福天见到五师兄洛凡出来, 便知道陈欲要倒霉了。 诸多师兄师姐中, 大师兄沉稳强大, 二师姐温柔善良, 三师兄傲气凌云, 心儿师姐善解仁义, 唯独还有两大坑货, 老四雪叶和老五洛凡, 这时都到齐了, 至于胖子一小时这瘦其包, 自动被叶福天忽略了。 谁让胖子没地位呢? 这陈欲应该是陈家的人, 想必实力不弱, 雪叶和洛凡虽没三师兄那么威武, 但老家伙选中并调教出来的弟子, 实力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一年不见, 想必更强了几分, 楼兰雪看到洛凡美眸眨了下, 心想夜福天的这几位师兄也是奇葩, 还没有战斗就开始给陈欲下套, 先恭维了一番闲者, 让对方没办法找他算账。 不知所谓, 滚出来, 陈欲冷淡开口, 新陈学院的人本想插手, 但见到洛凡似乎很轻松, 便也没有管, 而是静观其变。 好啊, 洛凡一笑, 迈步走出, 中围的人纷纷往后撤, 将地方让开, 陈欲可是王侯强者, 战斗起来波及更广, 很快洛凡他们身边便没有了人影, 只剩下师兄弟三人站在那。 更强的火焰意志威压降临而来, 陈欲眼瞳都像是透着可怕的火焰意志光芒, 这片空间像是在燃烧, 无比的炽热。 火焰气流在虚空中流动, 陈欲抬手抓住, 一道火焰大掌印瞬间凝聚成形, 遮天蔽日, 朝着洛凡抓去, 洛凡身出手, 手中出现了一根烧火棍, 随后晃动了下, 今晚若火焰长边搬在虚空中卷动, 周围天地间的火焰气流疯狂汇聚而来, 伴随着他一边抽出, 啪的一道清脆声响传出, 那火焰掌印竟直接从中间被劈开。 陈欲脚踏虚空, 双手挥动, 天地间的无尽火焰灵气化作气流, 苍穹之上出现了一片火焰世界。 王侯出手之气势, 和天卫人物自然不同。 只见陈欲手指指向洛凡, 顷刻间苍穹之上垂落下一柄柄太阳利剑, 呼啸而至, 那片空间像是进阶要毁灭于其中。 玩火吗? 洛凡一笑, 长边晃动, 席卷而出, 进化作一可怕的火焰风暴, 犹如吞噬一切的火焰长龙, 将那些杀伐而至的火焰利剑也卷入里面, 使得那火焰长龙更加狂暴可怕, 朝着陈欲所在的方向卷去。 陈欲神色微变, 却见此时,火龙怒吼一声, 从中吐出太阳利剑, 仿佛是他之前所释放的攻击。 陈欲手掌拍打而出, 日日掌印轰碎太阳之剑, 然而那卷向他的火焰长兵却视如破竹, 化作风暴, 宛若雪盆大口, 欲将他吞没进去, 他身体往后退, 那火焰风暴竟追着他往前而行, 直至他退后到燕阳学院强者所在的方向这才停下, 他的身上像是出现了神鸟三足金屋虚影, 浑身燃烧着火焰, 任由那可怕的力量淹没他的身体。 空, 一股狂暴的气息扫荡而过, 陈欲脚步连续后撤, 有些狼狈, 洛凡的长鞭这才收回, 宛若没事人搬站在那, 笑看着他。 你还是长自己嘴比较容易一些, 洛凡笑着开口, 陈欲神色难堪, 阁下是何人, 有艳阳学院之人开口问道, 洛凡和陈欲虽然只是随意交手, 但洛凡表现出了极强的火焰控制能力。 烧饭火夫, 不值一提, 洛凡笑着道, 陈欲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 这是在讽刺他吗? 连一火夫都拿不下, 武师兄, 过分了, 叶福天笑着喊了一声, 听到叶福天的声音诸人神色一致, 武师兄, 这出现之人, 竟是叶福天的师兄, 难怪他刚才会开口讽刺燕洋学院的行为了。 这较低调, 哪像你, 洛凡鄙视得看了一眼光彩夺目的叶福天, 道, 不过还好你在外没有给师兄师姐们丢脸, 对不对老四。 脚师弟我还是很相信的, 绝叶道, 刺师兄又帅了, 叶福天笑道, 必然的, 绝叶理所当然的点头, 其师兄你怎么又胖了, 叶福天看向一小师, 放屁, 一小师愤怒地瞪着叶福天, 他明明搜了, 严肃点, 洛凡瞪了一小师一眼, 随后目光望向星辰学院的陈院长方向, 道, 多谢前辈对我小师弟的厚爱了, 这家伙虽然天赋不如我, 但也还算勉强过得去, 能够当圣子之位, 算是蒙前辈照拂, 不过这小子皮得很, 前辈可要好好管教。 中围的人尽皆一阵汗言, 叶福天的强大所有人都看在叶福天, 若凡竟然说虽然不如他, 但还勉强过得去。 这, 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几位既是叶福天之师兄, 想必天赋也极其出众了, 既如今叶福天封圣子, 不如以后便也在与我星辰学院修行如何。 聂长老开口说道, 此人乃是中等王侯人物, 但心性倒是有趣。 还有圣子的位置吗? 洛凡开口问道, 聂长老一愣, 随后便见洛凡笑道, 开个玩笑, 我们为人低调, 不喜拘束, 便不在星辰学院修行, 此行也是来看看小师弟。 嗯, 了解, 聂长老点头, 也不勉强, 心想这家伙的确挺低调。 好了, 今日为圣子加冕便到此为止, 诸位便请回吧。 此时陈院长目光环视人群, 没有理会之前艳阳学院强者的话。 那些人看了陈院长一眼, 随后便也没有多说什么, 想必也明白今日最多也只是给星辰学院一点压力, 但陈院长既然这么做了, 自然不会在乎, 他们再多说什么, 怕也只是自讨没趣。 诸人陆续站起身来, 随后转身离开, 陈家的强者冷漠地扫了叶福天等人一眼, 怕是将叶福天恨上了。 其余诸人却依旧不舍离开, 目光看向叶福天, 今日发生的一切, 着实精彩。 就在不久前, 还没有人知道叶福天是圣子, 真可谓横空出世了, 虽然他之前就已经在五蕴战场成名, 但没有人知道是他。 千阁阁主, 让五蕴战场坍塌的神秘人, 星辰学院圣子, 从此圣天成, 又出了一位绝代人物。 人群之中, 沈渝看着他的阁主, 有些不舍地离去, 王宇柔离开之时, 依旧时不时回头, 也不知此刻姐姐心中做何感想。 当诸人散去, 像是繁华落尽, 只剩下星辰学院弟子, 他们看着叶福天, 心中无言。 朱弟子中, 有人欢喜有人愁, 顾云熙自然欢喜为叶福天高兴, 李曼也是咯咯地笑着, 没想到他在恶龙岭遇到的小家伙竟然如此厉害, 远胜于他。 倒是那江南, 真是有些讽刺啊, 此刻江南躲在人群之中, 脸色阴沉, 叶福天, 连沉望不能击败, 金云霄和龙木, 根本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这让他有些绝望。 尤其是想起曾经对叶福天的挖苦讽刺, 每一句都是那样的刺耳。 师兄, 你们怎么来了? 叶福天自然不会去理会其他人对他的看法, 见到几位师兄他有些惊喜。 如今东荒局势稳定, 一切都不如正轨, 大师兄已刀入道, 自然没我们什么事了, 于是便来了荒州。 绝叶开口道, 叶福天目光一闪, 笑道, 大师兄破镜了。 嗯, 若凡点头, 不仅破镜, 还抱得美人归。 谁? 叶福天眨了眨眼睛, 你猜, 若凡笑看着叶福天, 叶福天眼睛转动, 随后开口道, 望月仙子, 厉害, 不愧是美女杀手。 若凡赞了一声, 想当年叶福天的女人缘, 他们羡慕不来。 叶福天露出一抹灿烂笑容, 当初大师兄曾前往望月宗挡住秦王朝的入侵, 那以后, 望月仙子进入书山。 望月仙子绝待美人, 又是独身一人, 辅佐大师兄治理书院, 大师兄如此优秀, 那时叶福天便觉得两人很般配, 如今果然在一起了。 结语要是知道, 一定会非常高兴吧, 什么时候大婚? 叶福天道, 若是大师兄大婚, 一定要回去看看。 不知道, 若反耸了耸肩, 大师兄还惦记着老师的事情。 叶福天脸上的笑容一致, 神色又凝重了几分。 对了, 你有没有见过三师兄? 若反问道, 见过一面, 叶福天点头, 三师兄现在很好, 可能也去冲击境界了。 那便好, 绝夜他们点头, 当日恶龙岭之人, 和你什么关系? 此时, 一位长者目光望向叶福天问道, 叶福天看向那人, 是当初前往恶龙岭的云师, 他颤颤一笑, 有些不好意思, 道, 前卑勿怪, 那是我三师兄。 云师瞪了叶福天一眼, 自看到他封圣子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叶福天就是抢走龙岩草的人。 但是, 他能说什么, 只能认了, 人群之中, 潭中神色略显不好看, 原来, 那位曾经在恶龙岭击败他的英俊书生, 便是叶福天的三师兄。 叶福天目光望向阶梯上的陈院长, 一直顾着和师兄聊天去了, 却忘了院长还在。 你们叙旧吧, 陈院长没有说什么, 转身带人离开, 顾寒山也站起身来, 笑着道, 小家伙, 好好修行。 多谢前辈, 叶福天点头, 顾寒山身边的顾云西对着叶福天温柔一笑。 福天哥哥, 加油, 龙灵儿对着叶福天举起小拳头, 龙夫人则是微微点头, 随后也离开了这边。 叶福天知道, 这次欠了龙夫人不小的人情, 不然, 恐怕她现在只能是在逃亡路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寻寻 点赞 订阅 转发 寻扩 其中途。